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阔第一 所以说进入主类反 还是什么在某种情况下 那主公都喜欢跟反贼合作的 好 为布林斯跳个手反 刚好为刘峰接着跳反 是吧 反贼在前卫 孙笨组并不是个好事 没人打 只能打孙笨 孙笨本来就无所谓是躺平 认你搞 是吧 你搞了反正你也搞不死我 好 刘备也是前面三个反 好 曹瑞开了一个蓝曼露青 这应该是头头的跳中了吧 马上孙笨组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好 看看他会不会明剑 哎 过来 跳中了 明剑的主公 主公被热四血六排 明剑感觉还是会欺负老牌啊 好 左辞判魔器过很低调嘛 我们是没法低调 这一涉猎是吧 霸气摸三排啊 神女萌涉猎的摸牌期望就是三张啊 好 蓝曼露青这么一开啊 这个李典给我们给我们分了一个牌 横给面子 然后这个曹瑞也横给面子的盼了一个红 我们乐不释主乐不释主啊 是绝对的高调跳中啊 好 一把布林斯的这个桃子也供了 给了佐持一下啊 因为我们觉得李典有点像号人啊 佐持有可能是反人是吧 好 这个孙笨倩啊 布林斯直接打无懈啊 你不知道李典是顺啥啊 李典这个为啥不先砍曹瑞一刀 把身份挑出来再顺利啊 好 这个不过这也是没法猜到的是吧 万一你布林斯这个是嘴中放的这个顺无懈多呢 好 这个顺奋一个决斗 一个红沙 哎呀 还要诸葛连鲁啊 估计李典去了啊 布林斯还还要救李典 这还有必要救吗 好 就终于被打死了 这一旦李典这么一打死啊 我们知道主持是中 布林斯可能要跟着死啊 好 这个刘备点了个托管是吧 这一下子一托管布林斯 有点这个怂了的感觉啊 或者是懵了的感觉 你没事脱什么管啊 他只能去追忆这个刘峰了啊 不敢追忆刘备了啊 谁知道刘备是不是放弃了啊 好 这个刘备表示 我最后奋力一个绞杀啊 代妃朝瑞还是失败了啊 那这样的话刘备这回是挣脱管了 觉得甚无可恋了啊 那现在虽然啊 反贼出现了这种崩盘的情况 好在主中方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啊 然后加上刘峰 还有唯一的一个反贼状态还是不破的啊 那既然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的啊 好 这个被那个不想玩的走开了 左时也很好 没有回复他的血量啊 我们再一个涉猎 感觉不要接一码要杀 对吧 我两个牌 看看左时的牌里雷击里的有伞 因为他还真有伞 那有伞的话咱就不敢杀你了 下次再说啊 先把你给冰杀 好那个顺奔杀这个刘峰 哎还是个雷杀呀 可以啊 刘峰有神器藤甲在身是吧 感觉不是有点屌的样子 好刘峰把左时的伞给限制掉了啊 然后又一个九杀 把朝瑞给带飞了 你看我说吧 这个刘峰感觉我们一个非常值得信的一个队友啊 他顺着那个左时的应该是那个九啊 被刘峰给顺去了是吧 然后拖着这一个轨道 刘峰把冷华盾给交出来是吧 看他不交出来不行 哎呀来了一个火杀啊 好了 现在忠诚反正都是要玩的状态 先杀了这个左时 然后再慢慢收拾刘峰 哎呀 祖格连主神器 但刘峰这个藤甲实在是有点恶心是吧 好了 咱们看看哎呦 左时是不是还有一张酒 他刚刚说杀不死了 两个 两个杀应该能杀死 先一杀了喝一口酒 再一杀就应该飞了啊 然后跟刘峰激怒主力反 这个主力反啊 我说过你作为神力盟进入主力反 那主攻肯定是跟刘峰合作了啊 那就看刘峰跟不跟主攻合作了啊 我们看看这个情节是不是如此发展啊 这主攻是有火杀也不会少 刘峰身上砍的啊 如果他足够理智的话 他一个决斗扔下去了啊 故意手上没杀啊 你不想决斗刘峰好 刘峰他没有选择压类间啊 因为他的状态也不允许 他牙脸间 他只能啊 这个孤注一次把孙奔给搞掉 是吧 好咱们这一个决斗 由刘峰这个医学啊 这个灵牌挂着 希望引诱主攻去把刘峰收了 跟咱们单挑啊 由主攻这个不上当啊 对不是不上当 他这个红杀对付不了 藤甲是吧 他只能来杀我们了啊 刘峰把我们的这个八卦攻了 然后继续进攻 这个孙奔 你既然要突袭主攻的话 你不要让他掉牌了 直接让他掉血啊 是吧 作为反折的那个意思 你本来也不想跟那间 跟主攻合作对付类 不要去杀主攻 那就让他掉血 是吧 那个争取把他给杀死 那个拼了啊 好这个主攻肯定是搞我们的 他刚才有火杀 也没有杀刘峰 这是完全正确的 是吧 好刘峰现在状态 开始恢复起来了 这个我觉得有点郁闷了 是吧 在看刘峰一个伞一个九 那我们也拿的没辙啊 希望我们这以强大的过牌量 藤甲那就好 是吧 好刘峰这个也没有杀 我又是藤甲应该是掉了 又过拆又顺手 你藤甲还不掉 咱们还是没变 一个伞一个九 这一个顺 把九送过来 是王那个伞还在 可惜了 咱们就直接 这个用他的力杀 喝啥酒啊 这不弃牌啊 明白这是伞 你喝一个酒 你不是浪费吗 他这次把他伞靠 你下次再酒杀他 那他多好啊 现在的话 这个酒也没了 他下次不一定有伞 他把你杀偷了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刘峰头上的这个力 是不会让我们断杀的 是吧 好 这也要选牌 这是杀 看了一下 还有个无蟹 把无蟹给扔掉了 然后好 现在留医学的刘峰 这个主公愿不愿意 收杀跟我们单挑 是吧 理论上主公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这个主公终于忍不住了 因为刘峰从头到尾 没有显示出要跟主公合作 压类的这种 哪怕是一丝丝的意愿 那主公只能咬着牙 把他给收了 那这一旦被收 后面就不用看了 这完全是脸牙 一个没觉醒的孙奔 你能跟我们神力萌单挑 孙策也在吐槽一下刘峰 一点都没有合作精神 那我所谓 正好碰点一个 不愿意跟主公合作犯贼 我们就开始要笑纳这场生意 如果是这种赤血觉醒孙奔 挑司令公还是有希望 你这种没有觉醒的孙奔 没得挑 直接摇摆了一会儿算了 点托管 这个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也可能孙奔的策略 他不肯投降 点托管 那就是策略 想让我们觉得他已经托管了 不想再玩了 那我们想赶紧一刀把他送觉醒 然后他在神日手术取消脱管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不让他得逞 咱们先把他白眼狮子给顺了 方便我们一个九砂把他带飞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留红砂 还有黑砂 趁着他点脱管的时候赶紧 红砂黑砂都无所谓了 把这个孙奔给打死 孙奔在关键的时候 没有用足够的手术取消脱管 说不定季昂来个九头就觉醒了 所以孙奔显然不是老司机 手术还不够快 好 总理来说 这把我们的控场显示了 这个孙奔萌的强大 因为一开始我们在七二位 嘲讽不在我们身上 所以这就很爽了 咱这种强势脆皮 内奸 最怕嘲讽拉到自己身上 因为嘲讽在别人身上 所以我们很安全的进入了残局 残局的时候 刘峰没有跟主公合作的精神 那只能让我们笑了 这场胜利 咱单挑怕过谁 全阔单挑咱都没有怕过谁 好 主持人叫艾莉 深优 CV教父 感谢他的投稿 好 第二把又是一个内奸 又是七号尾 是吧 这个主公换成了刘奇 哎呀 这个我们这么多新将 这丰富的血强框 大家猜 这个该是谁出现了 官索 应该不会 官索赢得太没成就感了 好 神司马懿 刚才看了神女萌 再来一个神司马懿 这两位都是单挑好手 但是像正好神司马懿 对神司马懿的打法 还是有点克制的 是吧 因为神司马懿 如果碰上戒皇盖 那是大兵 但碰上神女萌 他是可以一战的 我记得有一次什么 单挑 单挑联赛 那次神司马懿 就在半决赛里面 干掉了神女萌 结果决赛碰上戒皇盖 就悬念的输掉 当时单挑半决赛 干掉神女萌 那也是非常惊险的一个事情 基本上都是一直平局 最后好像以抽签 还是比大小 摸牌比大小 决定神司马懿赢了的 好 现在这个刘奇 因为鲁术的存在 肯定是不敢留牌 鲁术出现在刘奇 主攻局的1989 就是反折的 当然你作为 想想想那个 无间道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个袁绍挑了一个反 这个朱然 到此为止了 也挑了一个反 那这种脆皮主攻 反折在前尾 还是比较容易的 直接冲着主攻上 就完了 好 刘邪 这个九杀 没有选择九杀鲁术 选择九杀猪蓝 万一鲁术是中 还可以跟他配合一下 好 这一个拼点 猪蓝是把桃子拼掉 这是对的 不要把好牌留在手上 如果鲁术是反的话 会把你的牌给换掉的 是吧 好 看看鲁术 会不会把猪蓝 跟刘奇交换 果然是个反折 那现在主攻就很危险了 希望这个不能拖太久 我们这个神石马翼 是一个判魔七锅型的 一个拖节奏的 但现在这节奏已经不浓 我们拖了 是吧 好 这个华佗也是一个反贼 这样的话 鲁术在华佗的保护下 还不那么容易死 那就麻烦了 好在华佗起手牌 不是特别多 希望他这两个牌里面 至少有张黑 不能搞到红牌太多了 好 大家看见鲁术只有医学 可惜咱们搞不了 只能杀华佗 一华佗看了两个黑 哎呀 行 咱们只需要一个支点 这个支点就够了 咱们杀了之后 可以连破 同时直接觉醒 这一制衡 看见没来了什么牌 蓝蛮入侵神牌 正在反对方 没有桃子的时候 咱们制衡了一个蓝蛮 不光流血要死 鲁术也要死 这两个一死 咱们又可以换一轮了 好 这个顺岛千 然后这个无中生有 这个又是一个顺岛千 把黄盖拼命的扒 又来了一个火弓 就先把顺都用掉 再说 这个火弓 甭命中了 然后可以 如果不是什么一出的牌 就没必要 这轮就把黄盖杀了 你可以弃一轮 把这些散弃了 你下次再杀 是吧 你看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没有牌弃了 当然把猪篮收了 那时候也是可以有牌弃的 终于咱们想通了 留三个杀 来一个连破就可以了 这一杀 两杀袁绍也倒掉了 然后这个刘骑直接死了 这就不用再耽误时间了 咱们又来一个连破 又要搞什么制衡 这存在属于耽误时间 鞭尸的行为 万一掉线了 就不好玩了 好 这把是一个娱乐性比较强的 主角还是那个 身优 CV教父 神将看的比较多 超级大土豪 好 这把我们看见 我们神四马一 只需要一个支点 如果没有这个支点 我们就是一个慢节奏武将 估计要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脆皮组 被速推而无人为力了 但是 咱这个支点起来了 画头正好 手握两黑 被我们给杀了 这样的话 连破滚雪球 觉醒连破滚雪球 整个场子都被我们砸了 好 好 现在连放了两个神将了 干脆咱今天 这个接着再来一个神 让大家神过瘾 是吧 好 结果来了一个神曹操 主公 神曹操在军八和这个 孙女木都是比较牛逼的 这个武将 甚至比 孙女萌 神四马一 还要无杰操 他作为主公 最大的问题 不是这个 刚不过反贼 是有可能 你要连 反贼和内奸 一起刚 很有可能内奸是不会帮忙的 好 我们看法阵一上来杀了一下徐树 这个徐树是有可能是我们忠诚的 是吧 所以法阵杀徐树的行为 也不知道是跳什么 他杀我们是杀不着的 咱有飞 好 徐树一弃牌 一个包牙 跳了一个忠诚 他说他卡了 不知道他不卡会怎么做 左直 跳了一个反 然后 一个忠勇把杀给了法阵 他觉得法阵应该是他一边 好了 二章也跳了一个反 帮索实给固正了 固正了 好 二章自己开 我们这个无蟹肯定是不打的 是吧 最怕龟心一把牌要弃 那就麻烦了 好 二章谁都不杀 弃了这么多杀 那这个马超 这个猜应该是猜这个乐 因为这个霸招他有这个追击技能 他是很不管我们有几个假意 他有时候杀了我们 但是他也没跳身份 无蟹应该是跳了反 好 这个法阵 看看能不能把身份给跳出来 还是没有 还没有给选择这个炫祸 忠语 还是继续杀宗神 就是这个犯贼 好 我们无蟹 就被反无蟹 这样子亏大了 好 就是说这个徐树选择豪然马超 觉得马超是一个好人 当然反贼基本上应该出来了 马超跟徐胜相比 应该是马超相中 毕竟他刚才对徐树有一个猜的步骤 是吧 好 当然因为他这个猜被无蟹了 我们是不防的标 但是其他人都是着急的标上了 好 我们的徐树忠诚已经被打死了 我们现在只剩 现在 马超在这一跳 对我发现好像终少了一个 大家看见没有 果然 这个泪已经 这个泪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已经跳反了 是吧 这个马超现在还打 还在帮我们 那肯定是终 剩下的五个人就全是反 说过你选十滩滩主 要有三打五的心理准备 是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好 好在我们可以行动了 咱们火攻了一下 自己又搞了一下 是吧 然后看看这一波 能不能一波收掉 有没有诸葛联络 好像没看见 没看见诸葛联络 只有怪之斧想搜无限 这一杀一决斗 没收成 然后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把桃子吃了 然后弃三折牌 给二张 二张拿了两个伞 好 这个法阵为什么 157级故意不了解 他的技能 这不是新手场 还不是自由场 这法阵从来就没有 好好的炫祸过 是吧 好 这个忠勇的话 我们的马超哥哥要死了 他现在已经被打了血量 空了距离 已经够不着我们了 是没法把我们给帮回来了 那如果他还是四血的话 他是隔多远都可以把我们 有杀就可以把我们放过来的 是吧 好 你虽然够不着我们 你可以杀别人呢 这把他 你杀不着我 你还杀不着徐胜 杀不到左慈 杀不到张尔张 你可以多杀三个人 这把队友也比较坑 好 这个法阵终于炫祸成功了 好 这样的话估计马超也要去到 我们要一个人面对五个人了 四个反一个类 对吧 咱们都没事 咱们作为神操招组 难道就要面对这样的命运吗 怎么不甘心呢 不服啊 那也有什么办法呢 好 这个无限 七大把还给二张是发了 二张好像过了这么没 不知道 好 我们开了一个闪电 如果闪电把我们劈了 咱们可以归星三次 是吧 好 反正已经开始打我们了 幸好场上人还比较多 我们在场上人多的时候 是比较厉害的 如果到了残局 我们和归星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是吧 好 反正估计想的是 一下一下打 把我们翻过来之后再打 是吧 估计是这么个想法 但是我归星并不是锁灵机 如果锁灵牌差不多了的话 我们可以不选择翻面了 哎呀 糟糕 这个乐伏斯组实在是太伤了 这个佐斯还可以不停的开桃源 就是让人头疼 就是不好打 好 那我们的切剧在了 估计我猜就看这个乐伏斯组添过了 这我能够想到的这个破局方法 是吧 那就是这个乐添过 是吧 然后让我们一把一把牌行动 把场子给砸下来 看看这个巨型是不是这么发展的 好 这个四反一类再慢慢玩 把这个闪电肯定是拆掉了 就这个化身巡邮的果实在 这个闪电是肯定起不了作用的 好 二张又搞了我们一下 要把我们给乐住了 待会如果乐成功了的话 二张就发财了 是吧 好 那我们肯定就死定了 但是乐是可以添过的 这是一 二我们有一个无限是吧 这个无限是不保险的 我们最好还能再归心一个无限 就妥了是吧 你要九杀我们吗 还是弟弟 估计够不着是吧 他为什么也不把九弃了二张呢 这不知道是什么想法啊 好 这个左石就继续打了我们一下 把我们打成翻面状态啊 我们还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一个乐 不保险 不想弃牌 选择翻面是吧 好 这样的话估计 转到法阵和左石的时候 或者二张 我们又要打我们一下 好 看看这些是不是这么发展 法阵是够不着我们 这个左石看样子是想打我们 哎呦 要打我们掉两血 想杀我们 拉这个不可能 我们手上九个桃 是很多的啊 那现在看看我们还是一个无限吗 还是只有一个无限是吧 二张火攻失败 这回火攻成功的时候 我们估计也不翻了啊 咦 我们还是选择翻 觉得一个无限 还是不保险是吧 咱们又选择翻了一下 现在有几个无限了 还是一个是吧 说到底 总是是一个无限 还是很全的啊 好 我们现在一滴血挂这儿 更加有吸引反贼 或者内奸来打我们的这种意识 是吧 来打我呀 来打我呀 好 这个二张 一通实践 刷了这么多牌 不知道搞出什么样的动作 敢不敢打我们 二张表示 我只能回顾状态 不打 好 那取胜要打 一打是两血的这种打法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次两次归星 能不能再归一个无限过来 归到没 好像归到了啊 归到两张无限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机会行动了啊 反正 就是大意了啊 以为我们一血就可以 那个 那个一个 九火杀 或者是一个 普通的两点伤害 将我们代飞 哎 结果你想多了 咱们好像还有一张无限 这么多无限的情况下 终于可以行动了啊 那只要你给了咱们动的机会 那直接你们呢 就是悲剧啊 好 我们现在慢慢的换 换装备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思考啊 思考牌该怎么打 咱们是有诸葛连组在 是吧 这么多杀 肯定是不会浪费的啊 这个反贼不团灭啊 估计也只能剩一两个 是吧 好 这个法阵的恩怨是没有任何 这个压力的 咱们排这么多啊 还怕你恩怨 好 这个万箭齐发 你开 再一个杀啊 虽然头疼的 万一如果杀错 杀了累了啊 比较麻烦了 是吧 我们先从最不向累的杀起啊 好 这样一个桃源可以开一下吧 或者是杀完 杀了徐胜再开 是吧 结果这个认差一下 没杀死徐胜啊 只能把桃源气给二张了啊 好 二张 这个乐鼠 他添过了 冰糖顺断 中了是吧 好还有个讨厌结义 咱们也懒得打无蟹给徐胜了 是吧 那个 无蟹留给自己 总是不错的啊 好 这个徐胜手上是有白银 身上是有白银丝的啊 咱们冠神服九杀是起不到作用的 但现在进入了阻力反 那问题已经不大了 是吧 好 这个二张的决斗 我们实际上可以选择无蟹 因为现在这种残局 翻面只抽两张 感觉意义已经不是特别的大了 是吧 你看 每次翻面只抽两张 没有特别大的意思 万一他来了无蟹的啊 他来了热的话 也是一个麻烦 是吧 好 这个再来一次啊 咱们又翻面摸两张 手上只有一个九 还是有点危险的 但是好在徐胜的距离会有空了 二张的距离也被我们空了啊 这个借刀杀人 是不可能拿过来的啊 咱们手上这么多杀 好 徐胜只能给二张七杀啊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类 是吧 看看能不能把徐胜给杀死啊 他的闪是没有中的啊 必须要有九和桃 是吧 好 那我们弃一大牌 给二张二张四类剑啊 还混到了单挑分的我这个去啊 这把这个类剑实际上打的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吧 那个他折腾了半天 还是呃 那个没有让这个这个 这祖宗方吃亏啊 还让祖宗方以优势 给他记录到单挑了啊 就要这个闪电 把他给劈死了啊 其实闪电不劈死他 他也是个死 咱们神召召 虽然单挑能力不是那么强啊 但是就凭着 咱们你这个类剑二张 也更加没有单挑能力啊 何况咱们还一身神装在手啊 好 这把我们选了神曹操 主攻 必然要大概率的面对三维五啊 在三维五的过程中 反正终于还是沉不住气 看到我们医学的时候 想以高点伤害叫我们代飞 结果终于让我们回归啊 归心到了 足够了无限格机 出了乐 然后整个呃 这个战局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啊 好 主持人家叫高调调钟 感谢他的录像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呃 二十四孝 是吧 这个跟三国有关的二十四孝 这位叫陆继啊 这是阴宝 马上的新三国 估计要出的 这个新武将 是吧 就是一个 吴国三学武将啊 他一听这名字 他是跟陆迅一个家族的啊 那个扬州吴郡 故路 独张 私达 啊 姓氏 是吧 这个陆继 就是我们陆家的 绝对的豪门出身 他的二十四孝的故事 是最亲切的啊 估计也是最为那个众人所熟悉的陆继怀菊啊怀菊遗亲是吧 据说是元素那个开开宴会啊开party 他就跟着爸爸去参加了啊 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在身上藏了一个橘子啊 当然也不是藏了一个他拿了一个橘子啊 放在身上 元素问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这个觉得橘子好吃 带回家给妈妈吃啊 然后元素觉得 哎 这个小孩子有前途呀 啊 真是不错呀 啊 这个二十四孝里面最 呃 值得 呃 大家啊 推崇的就是这位 呃 陆继怀菊的故事啊 这绝对是人畜无害啊 即使每个小孩都来效仿他 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太多的负面效果 顶多呃 呃 大家可能效仿多了 觉得有点虚伪啊 除此之外 没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谈他读二十四孝的故事 呃 的时候 也是觉得这个故事是最不错的啊 他觉得这个呃 关键是不是 不光是不错 而且我也可以做到啊 人人都可以做到啊 鲁迅就经常开始异营 如果也有人请我吃饭 我也拿点好吃的放在身上 别人问你为什么拿呀 是不是这个这个贪心要自己吃啊 我说也不是 我回去给我妈吃 然后这样的话 我也能够像陆继一样得到名声 这多好呀 是吧 那实际上陆继能够这样做 能够得到名声 那首先 你得进入你的一个平台啊 你要进入元素那帮啊这个豪门的这些圈子 对吧 然后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那些呃大贵族面前展示自己的笑啊 然后才能把自己的名声呃给弘扬出去啊 普通人估计是没这个机会的是吧 一个一个一个穷屌丝你还能进入这种大宴会 你顶多在这些穷人圈子里你显出一点笑没有人帮你吹你也也也你肯定是出不了名的是吧 好这是一 然后陆继还有一个故事啊 就估计是在这个技能力体验一个怀局一个叫以礼一个叫整论啊 估计整论是这个就来自他第二故事啊 第二故事很小 他就读了不少圣贤书啊 然后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而且还能说的头头是道啊 这点不容易 虽然他的这个说的可能没什么高明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子能做到这点不容易 这是一个什么事呢 也是啊同样的我们的小霸王孙笨啊 正在那个这个攻略江东是吧 在这里攻占那个扬州的什么吴郡啊 会计郡啊 这个豫章郡啊 这些地牌跟张昭张红啊 这帮这帮人啊 勤松开决策会议啊 觉得后面应该怎么样啊 把江东的这帮啊 是不服他的势力给打平啊 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啊 当然大家都讨论都是如何用主要 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用武力去征服啊 先打谁啊 先怎么打是吧 各这各种啊 这东西啊 陆继又来了啊 我说过陆继因为出生的好啊 所以各种这些高层的会议 他作为一个小屁孩能经常有机会参加啊 然后他参加他就发表见解 马上说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的节操呢 一天大晚在这里宣扬武力 你们圣贤书都读到那个都读到狗屎里去了啊 都白读了 孔子怎么教你的别人不服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要用武力 我们好好地修炼自己的德行啊 我们把自己的德行修得啊 刘逼了以德服人是吧 其他那个不服我们的势力就自动败倒在我们的膝下了啊 怎么能用武力呢 我觉得我虽然很年轻 但对你们这帮只谈论武力的行为 我觉得非常的羞耻啊 是吧 然后张昭 他们都听了之后都觉得陆继这个家伙不错啊 我也觉得也是亏得陆继是豪门出身啊 否则的话 一个一个一个寒门敢这样装逼 估计早就被给喷出去了啊 那个这种啊 陆继说的话 我前面已经说过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 就是普通的装逼言论而已 你不用武力 你可能征服江湖人吗 什么修得人家就就会来臣服你 是吧 你这个红 这个这个哄哄人或者美化一下自己 还是可以的啊 真正人家开觉得会议 谈实际这种啊 现实的东西的时候 你扯着一下就完全是装逼了啊 但是陆继作为一个年轻人 那他可能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 是吧 他也估计在他心里是真这么想的 他不是为了装逼的 是吧 但作为一个小孩子嘛 对这个社会总是充满了这个美好的愿望啊 但是照二章他们看重陆继的一点是他表达的非常好啊 因为你圣选读了之后你还能这样啊 完完整整的把意思表达出来是吧 然后让别人也没法说理啊 毕竟你占据了啊 这个政治正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啊 所以这个计划方面是不容易的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这个家族势力比较大 二章 那又不敢随便的这个diss他啊 也有这个可能是吧 好 总之这个陆继的二十四项目的故事就没有特别的啊 这个呃 作秀的让让人觉得恶心啊 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表演 但是这种正常的表演能够被吹捧到这种地位啊 跟那些呃 那些比较的耸人听闻的人放在一起 这也是出自与陆继的他的呃 家庭背景吧 这个普通小孩的这种小小的行为是不可能啊 这个被推崇到这么高的地步的 是吧 因为他的出身非常好才得到这样的福利啊 好 那个鲁迅先生说过这个陆继的啊 这个故事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是故事是是是是讲的 我们下次会讲的一个蜀国的一个梦中 一个二十四项哭 这个哭的时候眼泪流下来长出了竹子 叫梦中竹的那个故事 是吧 这个鲁迅先生就觉得这个肯定有点扯淡了 他故意他哭是长不出竹子来的啊 那卧宾求礼啊 鲁迅先生就觉得这个肯定不能效仿 那我的命都有可能要丢了啊 有可能冻出病了 因为古时候那个医疗条件又不好啊 那个冻出病有可能就完了的啊 最恐怖的二十四项的故事 大家估计听说过 就是郭聚埋儿的故事啊 那个故事鲁迅先生看了之后 冷汗到下来了 这是这可见啊 这个古时候 这些古时候的价值观 三观已经扭曲到什么地步了 郭聚玩意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啊 郭聚家里比较穷是吧 他们的食物不够吃啊 他们那个省省点食物来供养自己的父母啊 老人啊 但是老人又喜欢孙子啊 老人有时候自己舍不得吃 把好吃的留着给孙子吃 是吧 就这个被郭聚和他老婆看见了啊 这两个心一横啊 他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父母肯定是吃不饱 反正儿子可以再生 但父母如果饿死了就没了啊 他们决定把儿子给活埋了啊 把儿子给干掉算了啊 这样为了保护父母啊 结果在准备把儿子活埋的过程中 巨狼挖到了金子啊 就解决了他们家里的这种贫困的没吃的问题啊 大家听这个故事就知道啊 这个实在是已经困定的毛骨鼠蓝了 是吧 当时鲁迅先生看了之后下料 他万一自己的爸爸读了这个故事 会不会把自己给埋了呀 因为鲁迅先生当时家到也中落了 是吧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家里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粮食危机 而且鲁迅先生看了这个故事 做心里留下什么阴影呢 爷爷奶奶对他好 他都觉得有点浑身不适应 是吧 因为爷爷奶奶对他好啊 会不会那个让父母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家到家里没吃的爷爷奶奶 会把吃的优先给我 那这样父母就要把我给杀了 所以说可见啊 这个24校这个这绝对是封建昭博 是吧 那个那个骆冰仇离 我已经批判过了啊 那个那个什么郭俊玛儿呢 简直就是昭博中的昭博 但相对对温和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陆继同学啊 那这个留个橘子给母亲还是可以的啊 好 今天先砍到这里 我们下期接着砍